基本的一些新冠公司 其實一直都有一些密切合作 通常看發生了一些新冠公司的問題 那我今天就簡單的會給你幾個 比較重要的理由就是一些說明 今天的部分大概分成 就是六大的欄項 第一個部分就是很多 新冠公司有所謂避罪 所以會坐在境外公司 然後這個到底能不能避罪 這個可能也要在進一步的探訪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針對國內目前 其實實務上目前在經濟部登記的一個樣子資料裡面 目前國內有現公司 跟補分有現公司 有現公司比較多 那補分有現公司目前實務上 看到會是上市 上市的不新的 這個部分是針對補分要IPO的公司 所以用補分有進行公司 來呈現 那我等一下 要細部的比較 對會出這個兩個的差異性 再來就是說 目前針對中國的資金的移入台灣 那一部投証會 對於入市移進的部分 它其實有 一些正面了業的一些性向的規定 那等一下我也會舉例一下目前幾個 實際上在報章的一些實力 以及進步式的部分一個案件 那它們在整個方面 比如是特殊的規定的規劃 再來就是 第四個部分是技術組 那技術組的部分 大家都談論上 就是說 它就是發課稅 那目前公司法就是 明先的升級條例 還有目前中小七八等條例 還有目前產業創始條例 這等等的法例 目前在行政運用會已經重組 那進步運用會已經重組 那進步運用會只可以在一組合作的線段 再來就是 第五個部分是 所補的條例 是班司要說 那如果去鎖這個影響 要鎖多少 會不會離職員工回來高公司 所以這部分可能就是 進行討論到的線路 在最後一個部分就是 呃 講求工具 那目前大概 大概就是 我大概就是 編納的這個 一個講求工具 那實際上部分 針對上次 或者上次 或是 哪條位都在發行的 講求工具 我也會有這個 比較西部的一個分析 那假設 等一下各位有知道 所謂不想要了解的部分 可以再提供 那就是進入 呃 一個 目前設計 境外公司的部分 啊 目的大概 大概會得了更幾個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 有關於 海外上市 或回海上市 你目前 海外上市的部分 大部分還是你 開門公司 就是開門公司 那其他的部分當然還是有 比較少見 那回海上市 你目前 F股的部分 F股的部分 目前 99.99% 就是 天的公司 那去年 你唯一家 唯一家 你原古 就是原來的 原古上市 是 日本 唯一家 歐托社 它第一個 是用 原古上市 來上市 那這部分的話 就是 呃 政府也配合 充滿了一些 有關於 其他面臨的 規定 讓它 用原古來上市 所以這部分我等一下會在 也會在 西部的檔位 那再來 第二個部分 設立 境外公司的 規定 就是說 用技術股 那可能這個部分 需要大普通的配合 一般很多 原古技術股的部分 這個成就 需要 大普通的 用這個境外公司 來 後製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到處未來怎麼伺服 這個都是一個 叫 西部的一個 研究的 再來就是說 第三個 新外公司努力 合資 因為有 物資 因為合資在第三 你可以 所以對整個亞太基區 做一些投資 所以 受盡於台灣 法律的一些 大陸 或者大陸 來台 投資的一些對戰 那再來就是說 專利權 和專門技術的 取得 做授權 那這個部分 實際上在 上次大陸的工具 還是蠻常見的 因為這個部分 會欠到稅務等 因為我取得 主要的授權 馬上 要扣起來 20% 就所得稅 這部分 可能就是在 今晚這個IP Center 後製所有 IP 可是這個部分 可能未來 可能會 所以我會 會演這一些 叫 不打一個稅務問題 再來就是 單獨的股東稅部 大股東 一個特別的 另外公司 也是來控制 台灣的 可能子公司 或是孫公司 那我 股東稅不肯定還是 以目前來講的話 證券交易 准許對外國法人 是一分 所以可能很多的 大股公司 另外公司 來控制台灣的 這方面 從這個方面來 可能規定 或是關於一些 很不關於 不等於的 所謂 那 另外公司的部分 不曉得 大家對於這一些 可能需要一些 概念 我先簡單一下 因為大部分的 境外控股公司 大部分都是 女優先利 就是女優先利 就是女優先利 像Canon 迪雅 薩摩雅 那最近比較推的 可能很多 境外公司 製作公司在推的 那個 賽希爾 或搬運程 賽希爾 這部分的話 他們其實 在各股 就是 就前面這些 控股公司 的公司法例 他們其實都是 十大股小利 那 那 想說 要設一些 特殊的規劃 的部分 真的是 有一些 運作上面的人 可能 因為他們 其實公司法例 可能是從頭來抄去 所以 在適用上面 運作上面 是比較便利 或方便 那其實這些 控股公司的部分 真的未來 真的不需要講稅 其實目前台灣 所對把 存在修正 經紀錄 立法院的惡毒 那 大俗稱的 CFC 就是未來 持續民營的場所 在台灣 它 民主的 法律展境外公司 它 不會追 追你的 稅 民營事業所的稅 目前 已經進入 立法院的惡毒的正常 有可能在明年 就開始施行 所以 為了設這個 境外公司 多貴 一些稅務 可能有 也是 需要 可能再整整一個 評估 那至於說 我設了 香港公司 有可能要跟 大陸做 資稅決定 可能在 移民匯文的時候 會有一些 稅務的考量 就是匯文的時候 可能從10% 或降到5% 這個部分 可能也是有一些 實質難見的問題 因為 租稅協定 在 國 就是 國異國之間 它們其實在 考量 或是 實際 運運的場所 那你真的 只會有空 到底能 達到 租稅協定 達到 享受 租稅優惠的 條件 這個是 真的是 需要再增加 那再來就 談到 有 新外公司 這麼多國家的 新外公司 它其實 每年 不管你怎麼樣吃 都要講幾倍 少得可能 幾百塊錢 有可能 五千塊錢 這部分 可能 各地區的話 會 按照各個國家 它可能 有制定一些 規篇的收取方式 這樣 特別提到 運輸費 通常 可能 在更加 合資的時候 運輸可能 成合你的 當成 或是當成 那要符合 當業法 就是要符合 我基人的需求 所以在這個運輸費 你就 過往的經驗 其實這個運輸費 都很便宜 享受 正確的教育 所以很免生 的方式 那目前的部分 因為 台灣 所以分析的 整個 叫遠景 所以通常會追 最終做一個 可能 下幾層 它都會往上追 那 我們之前都過 叫做青城 它 五層往上 追到自然的人 那 它要看到 其實都是自己的 所以目前 投審會 基督投審會的部分 對於 其實最終受 一人的揭露 那 會不會負擔的 順序 這個我們也不曉得 每一部份 可是未來 除了設立 今晚過 不是的 一些 可能 點神靈結會 那 我下一張 就 其實大概 就 三個 做一些 簡單的 一個比較 那 以 DDI公司 大概 就是說 他們其實 設立其實都很單純 只要直接齊全 其實就 就是 那 以DDI來代表的話 薩摩亞 或是 剛才講的 賽斯爾 或賽奇爾 其實它都歸屬於這一類 其實 費用其實相對的低 那 以相當來講 或是說 模擬西斯 可能之前有提過 模擬西斯說 就是 另外公司設在 模擬西斯 那 從兩年前開始 模擬西斯 它其實跟香港一樣 每年都要申報 也要爆 那 這部分 對於 即將控制公司的維護性的 其實相對很分大 所以 目前來講 其實 像 香港 或是新加坡 其實它跟台灣公司一樣 每年都要申報爆點 就是要報稅 慢慢的就是 沒有這個差異性 那 剛才講說 大家 可能廣方的在採用 如果 用CAM 因為至少 目前是 廣為各國所接受 最重要是IPO的部分 不管阿里巴巴 它這個控制到美國 上次 它其實都是用CAM的公司 到各地 各地去做上次的動作 所以 目前來講 所以說 合資的首選 或者說 真的 未來有 回台上市 或是海外上市的情況 大部分 都用便宜公司來做 主要的一個 合資的一個 控股公司 我想說 第一個階段 是針對控股公司的部分 那 不曉得 需要再清楚 如果想說 第一個階段 先 大概 是有一個簡介 那針對控股公司 假如說 有 有 需要 知道的生意 的問題 還是 大家都 比較 心滿 所以 這個比較高 可能在這邊 大概 就是 價格 比如說 備用的部分 至少 至少 因為它的部分 有舉例 就是說 它目前是按照 國際公司法的憂議定 那它是用股數來製造 年費 那股數的部分 它是用五萬股 五萬股 對 它不是用股數來製造 它不用五萬股 那五萬股以上 大部分 當地的 當地的 歸費至少 會收到 一千三百個 十塊以上 美金 那 一億五萬股以下 它的距離 可能是在 六百萬股上下 就是 境外公司 會被它收集的 非常至少 最大 造成的部分 還有 那我們接下來 就是 境外控制公司 之後 我們就 下一個 到國內公司的部分 因為目前 國內公司的部分 有限公司 跟國內有限公司 為常態 這兩個部分 大部分 有限公司 大部分 可能都是家庫的 和 股市 五萬人數 其實 早期在 九十一 公司法就任前 它其實有限定人數 五到二十一人 那 後來 其實慢慢有 所以 人數其實 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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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維持在 可能是十人以下 有限公司的股市 其實是相對 比較單純 那 國內有限公司的部分 它其實 人數 人數 還有 國內轉量的自由 其實是 蠻 相對於 有限公司來 是 是比較彈性的 而且它的 決策的方式 其實也是 會 會更有 彈性 因為這個 你要相對的 比較 只想說 假設 有一些 已經有公司的喜愛 因為 國內有限公司的部分 它 人數 至少要兩人 一位法人 那 有限公司其實 不管法人 或是自然人 其實都可以 一位普通也可以 那 董事監察人的部分 其實 有限公司 它其實是沒有監察人 你的機制 那其實是 普通 其實都可以隨時 來查 公司的一些資料 那 國內有限公司 就是它其實 有規劃是 至少三位董事 一位監察人 那 股東 股東 或董事的決議 的部分 他們 國內有限公司 它都是以會議 的方式來呈現 像 股東大會 或股東會 董事會 來做 合一致的一個 表決 那 有限公司的股東 它其實 如果只要 同意 我出一個 股東同意書 這樣我就可以 請成群 估計大家就要去 聚在一起 開這個會議 那 他們的股權的形式 的一個表張 那 最主要是說 股東有限公司 是一個股票 股票的形式 那有限公司 是一個股票 那 這個 我會 未來就會想 你剛講的 未來的 不管是參加交易所的 或是證券交易所的 一個形式 那 對於 未來要賣股 它其實 股票有限公司 其實相對比較彈性 它可以自己的轉讓 只要難在雙方合力 那 有限公司的部分 它其實在賣 賣這個股權的時候 它其實需要 其他股東的同意 那 目前 其實有 一把我原則 最快的部分 講 有限公司的董事 它其實 想轉讓股權 賣給其他人 又需要其他股東同意 那 這部分 可能在股權 在奶奶上面 有 一個局限性 所以目前 一定把運行 聽說 聽說 也在研究這部分 希望方寬 董事的部分 轉讓 一個 一個方便 是 剛才講到 說 股貝有限公司 它股權 是用股票的形式來進行 那很多 我聽過很多客戶會說 你公司沒有一股票 那我是吃 就是無私品大型的股票 這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爭議 所以 因為目前法律上 規定的 無私品大型的股票 其實是針對 公開發行公司以上 那針對股票 未公開發行的公司 你說你 無意思股票 就是無私品大型 其實這個是 有一些爭議的股票 目前在 財政務 各區國稅局 其實都不是這麼認定 它其實就是你的財產 或是一個 國家政務 所以這部分 可能會欠少 各人的稅務 所以我這邊是 特別揭露 不管是說 其實 股票要是 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要 一直往上 那要簽證 簽證機構 要簽證 那個簽證 一般 或是機能機構的 進負部 來做主理 這完成這個 製品之後 才是算是一個 股票的形式 假設你沒有完成的話 它其實 交易 交易的數目 有可能變成 財產交易所 那這個財產交易所 就是個人做錯誤的部分 那個 稅率 5% 我們明明開始 就到 14% 所以稅率有可能 最高 或者要負到40%的稅 那對於 假設你要享受 這個 一個稅率 它其實會 滿大的 大幅度的稅率 矩增到 到底 所以千萬的計額 其實 想說大幅度 以下 就達到最高 稅率的一個程序 那再來講到說 股票 因為股票 是從 有分有間公司的部分 那大部分 那大部分 請問一下就是 美股 目前 我跟以前說是美股麵 相對 是 有 不曉得 相對 這東西 大概都是 不快 有 不一樣的 其實 在公司法 它其實 美股麵 它說 美股麵 不一樣的 餘律 那餘律 那餘律的部分 其實 到底會跟你們說 實務上的部分 大部分 比較公開 或是 實驗 實驗 那其實 過往 過往 其實 我們目前的部分 大部分 他們其實面格 都是有關 那 這個部分 他們可能是 當美國有特殊的 一些需求 對的話 所以目前 大部分看到 就是說 美股麵商的主要 都是1萬塊 那台灣的部分 公司當然 有一些可能 有一些 特殊的對話 他們 也有 最高也有 到1萬塊 那 自於這 其實法力戰 沒有規定的上限 那 最低可以多少 其實面臨部分 我們 知道公司法律 商業快進法律 相關的對比 因為我們是以原 新台幣 為 最 最低的 計算的情況 所以 目前 就 基金部的解釋 例 它譬如說 美股裡面 可以為 新台幣 最低的 所以 腳以下的話 例如像說 騙的公司 你要 千萬之一 這部分 目前不可行 所以在基金部的 特別針對這部分 做一些函視 那 到底 裡面的發行可以 其實這部分 就 比 目前的公司法律 是沒有辦法用 就是 裡面的發行 再來就是 公開發行公司 目前上市 上對 以上 面額一定要十塊錢 其實 其實 在去年底 公開發行公司的 五目 做一個修帝 就是 配合五塊錢的 剛才的答案例 就是說 日本的 那個 原本 也太上市 因為它是無面額 所以 台灣 會對這部分 做一個 比較 鬆綁的動作 就是 面額的部分 不限於 十塊錢 而且還可以 無面額 而發行 所以是 針對 一些回台上市 或是第一上市的公司 做一些特殊的 鬆綁的動作 所以 目前的講解 就是 回台第一上市的公司 它可以無面 所以 變成根本的公司 有一些差異 是說 不太可能無面 如果 如果我們可以無面 我們是不行 所以這部分 其實 也會影響到 未來 提供的 稅務 的一個問題 我就舉一個 一個例子 就是 這部分 是 截取經濟部商務司 公開資訊的一個問題 那 目前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 它不知道 它是 15300 又14萬 可是 它就是 只有1萬5千 跟來的思維 只有15 它其實 一部分 就差了 去其他人的問題 其實只是 丟幾萬的部分 來做成績 那 跟一般的 公司 就是 我們所說 就是說 10塊錢的部分 就是有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長期 那 剛才講的是 這個運商 這部分的話 也是一些群 公開資訊官司的這樣 那 它這部分有一個 特別的提到 是說 它是裏面的 所以它每次 大致的價格 全部都是它的 十周股 所以沒有像 台灣可能在 快遇上面 有一個 一個 它其實是沒有 全部都是 裏面 所以它的補助 跟 這個其實是 沒有一個 連動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個 就可能 假設要說 熟悉說 它是 或者是 那些 可能會看到 公開說 每次的一個 爭執的狀況 才會想到說 它 每次 平價的 協調 假如前身 是十百塊 那這次搭五十塊 那又 七十塊 那又 你才能夠 全力 所以每次搭行這部分 可能會 七十塊部分 會有些 派遞或是 碎益的 問題 所以這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 可能是 派遞或是 碎益的問題 那又有一個 可能是 再來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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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國來台灣 這個 它其實 有另外一個 他其實在 那邊 其實有一些 法力的 一個 做 那它同時也要符合臺灣法律的權貿力 所以這部分它其實在運作上 其實有需要遵循兩國之間的一些 不管是說共同會或是說 會來整個順利申報部分的問題 或是說臺灣法律規定 申報報的時間等等 所以這部分它在作業上 可能會有一些作業和一些複雜的規定 所以截至到目前為止 目前也只有加進出原資來上市 那其他的就是用PAM公司才會來上市 因為PAM也是不需要這個包包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階段的部分就是 針對我們有些公司或是有些公司的問題 那我想的有需要 這部分在製作前方式的部分 那我請問 如果人家會想到 就是像你們的小人 或創業家裡來講的話 到底是你們會有些公司 還是有些公司會發生 比如說 如果人家出到計算表現的 就不會有些人沒有出的東西 OK 講盡量的想到說 你們要對後 未來有新工具 民工的講座工具 或是 這個 所謂的部分 目前 來講的話 只有普遍的有些公司 還要把可能性不一樣的部分 不管是公司法 公司法 無法規定 它可以規範 有些公司 那 正對說 目前說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的部分 它其實說 要包含 像航號 或是說一些 航號的部分 就是合國組織的部分 他們其實有規範說 想要把它拉進來 可是拉進來的部分 會有一個問題 這個部分是說 它也是 不是用股份 來呈現 它是用股質 所以這部分可能是 他們拉進來的民間 在講說一些 可能是說 加進來 那 我們可以幫監告 在跟人工的家庭上 那 可能會在 個人或是 他可能到處 都會享受一些 存在的動畫 所以 正對說 人工的家庭 跟人工的技術 想要讓進來 就在這部分 都會有些公司 來呈現 可能是 有利的難度 那 接下來 就是想到 所以說 有關於大陸資金等 引進的部分 因為大陸資金的部分 其實 紀錄合成會 跟對付部分 在 在他的網站 其實都有 有關於大陸資金的部分 目前付出是 在正面表列 正面表列 正面表列 其實說 全部 一定要在這上面的 項目 來投資 不在這上面 去混投資 那 這部分的話 就 很多都會 用到 卡貨裡面 很多 企業都 很多 那 有一個難度 或不大程度 相對於外國人投資 目前是在 負面表列 那 負面表列的部分 其實 相對 負面表列 其實是 滿少的 就是 其實 我們台灣還是滿 希望外國人來台灣來投資 那 大部分 目前 甲外投資 就是外國投資 跟負面表列 上去就是 一些 很多吧 就是有關於 果藥方面 那就是 還有農業方面 的部分 有一些 負面表列 限制外國人來台灣投資 那 那 針對 大陸投資的部分 的管制 因為其實 政府 政策是 希望說 未來不得到管 可是 去目前為止 因為他審查的單位 但相信是 他會審的部分 可能有 國安會 部委會 跟著相關的委員會 那 審查的時間 就通常至少一個半月以上 因為他 不管大大小小案子 都要遇到 任務 投資 或者審議委員會 那他的 委員會 主持人 大陸各部會 部副所長 還是 也就要 礙事 所以 不管大大小小案子 進去之後 通常會有一些 時間的落差 我要投資 其實 整趟時間 可能很大 而且 也就是特殊的考驗 特殊的考驗 特殊的考驗 那 等一下 我可以分享 這個 目前 我們現在 可能有碰國的報章 打市場 有一些案例 可以再細部的討論 那 這對 入資的部分 很多人說 那 我是可以 用其他方式 那他 可以算是入資的身份 來台灣投資 那目前投資的部分 針對入資的身份 他其實 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 一個定義 針對大陸地區的 各種做法 不知道有什麼 那 第二個部分 是說 直接或是 在第三地區的公司 他的股權 有出資打算 30%以上 這個就算入資 就是 剛剛講說 可能在EI 或是其他控股公司 我跟人家合資 可是 入資 算是 30%以上 那 這個部分 就算是入資 那 可能就 有一些客戶出來 說 他們講的是 補分 或補權 30% 那 你比較 自己的股權行事的部分 有需要控制力 那 控制力的部分 大部分 面前 從針對這個 要求提供 董事名稱 那 董事名稱的部分 就是 你要具有控制力 的 就是 董事成員 過半數 他也認識你 是入資 雖然說 你沒有制度 他跟你 做你這個 可能執行的 決策單位 有 絕對控制力 他還是把你 他不敢是入資 等等 那 可能 可能 有些人就會從 這個規定的定義去 思考說 那 你要 你要不具有這幾個 分分資 就不算 是入資 可能 說 我發行的 柯總化公司 他 這個 他這個 他其實 不是一國 群星 是 我要 避開 肚子人 那 第三個部分 我也 全部擔心 這部分 可能 會有一些 就是 比如說 大力經典的一些 爭議 因為他 可能未來 等到我成功了之後 我和 台灣政府都合成 我會把這個公司 在手上承認全 我把 統計制作開 那 我之後 不申報 等等 那 其實 柯總會 這部分 其實還有一個 事後基塔的因子 其實 他不像 場外人士 他其實 然後 其實 其實就看到 台灣法定辦公司 一樣 不會有事後清查的 有點清楚 所以 針對 入職的部分 他其實沒有 有要求 要提到相關的 情報料 那 假設 他一旦擔心 入職的部分 有國安會 或是入委會 等等的 他們其實 對入職的部分 他們其實 有一些 資訊 去做 所以 這個部分 的話 想要規定 一些人可能會 因為他對 這種部分 可能 因為他是有 實質的 所以 可能在 擔任 這個代理人 因為他代理人 就是 律師來台灣 就是他現地 整個律師 或是派遣師 當然 投資在你 那投資在你聯合 就是他有 一些型的 人在 所以這部分 就是會 特別 建議一下說 因為大部分 可能 大部分 有些幫助 反應 各種形式 方式 來台灣 拿股權 或是 其他人 那至於說 因為是 要用怎樣幫助 來拿股權 那大部分 都是用現金 那法律規定 一部分 可以 設備 或是 原料 或是說 專利權 等等 這部分 其實實際上 比較少 一些 大部分 大概是 都有現金 那 不管 之外 有列了 就是說 其他不管 之關 任何投資的財產 那目前 為止 食物上 只有一種安全 就是因為 運購 運購 而承受 人格威權 那 我會分享 跟你們的 就是目前 大陸直 合一的 大廠 他之前 那兩人 已經入職的 探員 探員 那他其實 目前 探員的部位 因為他其實是 又更另外 像我們 全球 一大的一個基點 就是 有一些大廠 可以做 一個併購 所以他的 股權 會從 持有 這個商工 入職的方法 裡面 持有 探員的部份 他會轉換成 所以 他可以 目前 法律上 那就是說 其實有前面 說 就是 其他的財產 不管是 戴權 或是說 我可以 戴權短分枝 或等等 其他的 英雄 這部分可能就要 各個案 各個案 他都會 做討論 因為他其實是 可能沒有案例 所以這部分 你要逐步的去 可能要釐清 其實說 這部分是可行 通常這部分 可能 來繼續 就是 在 入職的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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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就是說 入職投資人 部分的限制 環境 通常就是說 你取得 台灣公司的 部分 的時候 它會代表 有幾限制 通常 是 別內 不同 有所限制 大體 分為這個事項 一個是說 你投入 它不會限制 補權 不會限制 控制力 第二種的部分 就是說 成功一論 超過百分之二十 或是五十 你投入這個樣子 就是 維持這樣 超過這個行動 那 再來就是說 限制不能具有控制力 就是 你可能 不能在那邊 或是 形式 它到底能不能看 第四個部分 就是針對 特殊的 因為要保護整個台灣的產業 所以它 對於 有一些 像 發光的幾種 有一定的 製造業 或是說 疫情太陽能的部分 它其實是 有一些專案子 還有一些承諾 而且 有一些 比較 一個限制 但我 因為 其實 不曉得說 在座 如果各位 是屬於 這樣的 產業 那 我們是 針對說 資訊軟體 還有一些 設備 製造業 部份 有些 取締 就是 進入 經濟部 口審會的 游客網站 的資訊 這部分 它其實 看到 行政院主席處 它的 行業類的 編號 然後 跟經濟部的部分 它其實 有一些 聯繫 那 這個 前面這個 前段部分 是 後面部分 就是 那 把這兩個 做起來 那 未來部分 影響 這要 這部分 公司的 當成 影響 有 這樣的 規定 才能 有 規定 起碼的 規定 就是標準 那這部分 體力的 資料 資料 等等 這部分 我想說 大家有興趣 存在 這部分 它的 限制 這部分 就是 觀光學期 就是 一些設計部分 它其實就 會 限制 像 污染 這個 它 投資 台灣 就是 它 持股 比 更多 限制 這部分 就是 假設 說 看出 各位 所謂 的 來做 判定 所以實際上 這個 可是 因為公司 影響有二三十個 其實是 每一個影響都要 投資 然後其中 有一個 就不行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其實在影響物資的部分 其實通常 在 對台灣 這個公司 它其實 第一個動作 通常 是 把影響 所以會有一些 故事馬資 尤其是公 就是公開 有小機會 因為它其實 一年就開門一次 無中會 除非有特殊狀況 所以 但通常 是要平常的 除非 除非 它有特殊的 檢疫的需求 要開 公司 否則 一旦發現說 有 影響不減少 一些 故事馬資 不好 可能 就 甚至 有更多 影響 有更多 影響 有更多 影響 現在 再有更多 想像 就是 目前 就是來台灣 好 這個 前陣道 那 台灣 民藥 家 就 在 那 那 目前 目前 有更多 的 這個 它其實 在 入資投資 它的 他其實 它也是 留在 那 可能 他們在 投資它以前 那 家庭 他們可能 有其他 一大 叫 愛 無法 或是 加 在 上半年 或是在7、8月的時候,就有很多化碼,然後9月送出去,10月會做,這樣子會有一些程序上面的一個社會規劃部分,那其實它,其實我現在想因為它補本其實大概有很多,可是它們的成本,這樣就是不曉得部分的收購人家,因為它其實能達到13年。 所以這部分的話,其實把台灣這個整個土台,還有股權,很難引過去,其實可能包含大陸的它的生產基地等等,其實都整個就進展了,所以田地,這部分其實是一個蠻特殊的領域,就是因為一代有一個基盤,因為它沒有那麼基盤, 所以就把他的圖案,賣給人家,那檢測的日子,所以整個第二代就是財務之一。 再來,第二個案件的部分是,我們一般的複製部分,就是一個做顯示器,電話顯示器的一個項目。 這個應該是它們的去年的案件,所以是日子B加日子上次公司的案件。 它是日子器材後,一個不可依的器材,它主要是做顯示器的一個商商。 那它日子的追加上次公司,成喜科技,它應該是成喜科技。 那它最短的部分收購的部分,它其實不是直接投資它們,它其實是買背後大股官的先行, 可能轉投資公司,把它的品權主要滿了,之後進階收購,再加上次公司。 它的手法也是蠻特別的,是逐步把所有總經事,對於這些大股公司的部分, 主要收購,那進階是取得所有的董事的控制權。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肯定是這兩年來的,就是整個取得上次公司的, 要特殊本格的案例。 那你針對大陸投,就是日子來海投資的部分, 要先告一段,我不曉得, 它邊走,它在整個我們tal,等會, 你讓我去找妳一個人去找一個人去買的, 我想請在這位一樣, 可以找一段時間去買再次公司, 就從來就結束, 它在這位置加上在那邊。 啥,等一下, 在這位置加上, 開始。 在這位置的圖案院, 是要不要理聽到的, 在這位置加上有好處在, 可以收購 都OK 因為就是採用類型的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 像這個類型的部分它是自動的限制 對 所以剛才講這個 像這個突然的設備 它是有設置的 所以你要反正來講 因為它最主要是做 可能是一些鯉鯨或是一些 P80獸物 它可能台灣部分都是做P80獸 可能就不會是它製造 等等 這部分可能就不會再限制的行為 那你們有興趣的話 比如像責任務的網站 它其實 針對面網站的部分 它其實做營業上面的部分 它其實總共在今年做了三次 它從年初就開始縮進 那可能在7月份送電 可能被推進就是整個原因 它又再開一次 就把營業上面再縮進 縮減到補合今天 可能會做的動作 才中間 那最後才會 所以它不斷其實在 申請成績上 可能有一些細節的部分 對 謝謝 目前香港部分 按照港澳來台灣投資的部分 它其實是單獨 跟華僑質問 我們來台灣投資的部分是一樣 那港資的部分 其實在投資的部分 其實在投資的部分 它要求 假設是背後的股份 它也是會抽合 那要求提供背後的股份 測試 那目前香港公司的部分 它其實認定部分 只有香港永久居留 就是取得香港永久居留的 一個身分證的部分 它才算是扛資 假設沒有取得香港永久居留的 身分證的部分 它就不算是扛資 那港澳其實都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你假設非屬這個部分 它其實有可能會認定 所以它 你用法人的形態來呈現的話 可能就要看背後的 那目前我們按鍵送進去 香港跟新加坡 國人會怕你 看館還蠻嚴格 比如說 也是按鍵送進去 它說 直接就跟你到背後的地方 所以它就要確認一下實力的問題 然後還有其他的 因為 沒有問題 我就進來的還蠻快的 那就是 整個拿技術 那 這部分技術股 我想說 把音上面就是說 這個專權或專業技術的所有權 或者持有人 把它的這個專權或專業技術 讓你給授權者公司使用 作為比較無法的一個依據 那這部分是 一般廠 其實目前把那個 融海 那以公警來講 部分 在民國九十二年 十月三十號之前 我們之前碰過是 蠻多種 做技術股出資的方式 那因為當時 因為 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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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頁的部分 規定 它有反課 可以反課 等到 轉讓的時候才課稅 那九十三年 一日以後之後 就 就已經被促頁的規定 所以變成 只有你任務的時候 就要講稅 那目前 法例上 密集有三季條例 目前還有反課的部分 那 進行的部分 可能大家都有聽說 中 對腦器的發展條例 好像 未來 是不是也要 使用反課 然後趕快說 再課稅 這部分的問題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 再做一個規則 那這部分就是 ROMO的狀況 就是說 我公司就 直接就是要發行 技術股 那這個部分的話 它其實是 按照公司法的規定 來 改正 那 我們先講一下 生氣條例 好 因為補合生氣條例 其實 它其實有一個 產業特殊性的難感 那 目前的 它 生氣條例的部分 是 生氣心腦 跟衣材 那衣材的部分 它目前 等於三類衣材 就是有 侵入性的衣材 還有補合生氣條例 跟衣材 所以這部分的話 它其實是 一個蠻嚴格的標準 所以 站在地上 到底你們想說 這個優惠 其實 目前實際上 目前 從 九十六年 七年 開始 實際 之後 好像沒有 可以說 有人技術 要少見 來說 完全沒有 可能就比較少見 用技術的方式來實現 這部分 來 就是 針對基金團 跟A技術 那 這個部分 我們剛才講的 說 我剛才講的 就是 有關於股東面 那這個部分 因為 公司法267 它其實 違反的都是 股東有限公司的形態 所以 就是 可能 在 收益器 比如說 這個部分 它其實 只有跟對股東有限公司 來做 規劃 所以技術的部分 對你們有限 就是其他的公司 就是其他的 它其實是不實現 那 對於 任務這樣的 我們剛才講的 因為 一般食物上 又是用 面容 那面容 那面容是進來的 十元 所以 它其實就是 但是 它公司的面容 那 這個部分 鎖的計算部分 我想說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 比較簡單的 一個 投票 施力 來做說明 因為這個鎖的計算 會影響到 個人股東的一個稅 對 因為 減圖的一個 轉讓價格 轉讓幣 就會影響 客座的一個 大橋 那就 技術服的部分 它當然 就是會減少 個人出資的 一個資金的負擔 那 個人稅顧的部分 因為 剛才講到的 比如說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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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拿去做每年都有攤育 還有一些攤育的費用 所以這部分是 生育跟生育 有所謂的影響 那實際上 目前 其實當時 在訪問之前 那時候 蠻多公司發行的時候 其實後來都有生肯定 或是平衡 那在訪問上 走了大概兩三年以上 而且訴訟的部分 都滿常見 都在法院上面訴訟 那這個部分的話 大家可能在面上也會在那裡 那其實後來就是 比較少見也是這個原因 因為這部分 當時要課稅 會有些酒店存款 那就是說老務 就是要做這些專業 那像會計師 可能用財務專業來做出局 其實這個部分 希望面前是不行 所以只有針對 專業或專業的部分 作為親自的標準 那這個需要見價報告 那見價報告其實 相對於資格 因為平台方面說 這個就是一個公司的一個挑戰 那是誰說 是基地園圖 還是基地圖的公司 要不堪定 這部分 那剛才我們說 這把 在針對這個部分 一樣搭檢基礎 它其實跟真實的模式是很像的 所以這部分需要 我們這一家公司的總是會 做一個對決議 那監察人 按照公司法規定 它也要查得 除非現金出資的一些財產部分 它也要表現一些 所以其實它責任 其實分擔到各個管理階層 那對於入股的協力的部分 因為工廠 我們都在新設公司的初階的階段 不常人在成立 不到一年之內 其實就不會化 進步的發行 因為通常 你假如認識了兩場 你公司的員工 是要進去入股 其實會有分立的 到底是你公司的財產 還是個人的財產 所以實際上 公司已經成立了30年以上 所以說員工要用基礎的初職 其實會有一定的分別 到底 可能就成立了 到底或是你公司的財產 還是可以查到的 所以實際上 比較少見 說 員工已經認識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所以要用基礎的初職 其實這是非常之難的 那再來就是 真正的部分 就是收回 因為 你沒有可能在跟員工簽約 或是跟類似技術來簽約的時候 可能 你簽了就是說 你可能要做滿幾年 你才能拿到這些資訊 補充的財產 或是跟我們全財產 使用到財產 這部分 收回的主力 因為 當然我們講到說 短浪的時候才會有所得 那這個收回算是短浪 這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在房子上面的 在那裡的存在 因為通常運氣 所以這部分 其實 有一些客戶可能做法 那可能 有人就是一個解釋說 那我就不要 你自己拋棄 用可能 歷史的一個觀點說 我就 如果不要證明 我自己拋棄不要了 如果不要不甘順利 那可不可以 那其實都 所以 這部分可能就是在 主管器官在這上面 是正義之裡面 這個短浪的財產 這個水管的地方 其實 就是一個正義的地方 那至於說 其實 大部分的 新創公司 兩個人 其實也要 但負責多少 其實法律 法律其實是有一個規定 那 在 標寶審 標寶審 其實 其實 唯一的 它就是 專業權 專業權 是 它其實 有20% 然後是 4% 民進門檻 那 目前 在公司島 就是 那 在這個文件上面 它其實是 一個規定 那 唯一可以 可以參考的 依據的話 在 經濟部投資 它其實 對萬國人 來台灣投資 用專利 可能 在這裏 有專門技術來 投資的話 就專利權來投資 這個 很容易 在職業進去的部分 那它有一個限 就是 棟打 三分之 所以 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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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一 那這個三分之一的部分 很難聽說 假如我要 送45% 那它怎麼會不會送 那 它會不會送 它會不會送 那 目前 其實個案的部分 因為它是說 超過三個多年 要有一個距離 有一個明明計畫 怕你 資金融 打不過來 會先進入 這些狀況 所以它可能要 特殊請分架 再出一個特殊 一個卡 一個報告等等 大概 大概 大概就是說 針對 不管說 到底有什麼時候 不管有什麼 問題的話 那目前 答案都已經是這樣子 那可能 有人聽說 可能事情有沒有 事實上 發生 事情有 有在答案 可是就 畢竟是少數 可能要看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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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 大股公司 都再例行 分開這個價值 這部分 就需要 股公司 判定 那 對於 公布來講的話 到底 這個技術股 是一個 微藍的 不可能承受一個負擔 這個就是 我看來也有提到 其實生計條例的部分 它其實對於 你要發行的技術 它其實有一個優先 一個就是 人骨中放棄的一個特殊條 它可以有種是 你會發行心理 給這個技術的 那一般公司法規定 它其實是 我決意要分析 那我要技術股 它其實是 首先是按照園骨中的持股比例 來認購 園骨中認購不足 我才可以恰恰有技術人 或是假設園骨中也是技術人的話 那它按照持股比例的部分 當然可以認購 就超過它的持股比例 到底假設其他的股 不願意放棄 讓它一定能拿出 所有技術出資 所以大部分技術股 用這樣的產線 就是回到 剛才的 其實當初期的時候 因為園骨中 能構思好 要成就對未來公司的一個 國家或是國家值 可能園骨中 會接到我們願意放棄它的任務 讓它繼續能拿來 等到這個公司在 準備要IQO這段 不要繼續 做園骨中的直接放棄 如果不要過台 也就是要放棄這個任務 所以這個實力 這樣在面對上 其實有變成很難 所以通常在 可能在情況 或是在初期的 就是在一兩年內 才有辦法 執行這樣的動作 一旦過這個部分 你能繼續 除非這些自由 也能正確 或是有實際的難度 對 那我接下來會講到 基礎的部分 就公司法而言 目前是 在課稅的階段部分 我再假設 這個案例 比如說 我用15塊幾個小時 那這部分 我把財政部 有大部分的解釋力 就是說 假設個人 就只有針對個人 來 能取更三成的 根本 個人可以取更三成 只是說 你沒辦法舉證 那 不然 財政部的分證說 你有三成的成分 所以 這個案例來講 15塊 那三個成分是4塊的 所以這個財產交易所 當年是 可能經營的 在課稅 他每次買個幾句 他都會課稅 那 轉讓日的部分 他可能會延伸 第二個部分 是針對交易所的課 那目前是 跟課稅 分離課稅 所以 稅率是15% 所以 未來 假設說 比較不可能 未來要賣個部分 他也會 在可萊塢的階段 就是說 要未公開 可能上市櫃的階段 他會有 增添交易所 他會有 這樣子 幾塊 那 他就會有 增添交易所 所以 稅率是15% 那 這個部分的話 那 現在我們講到生計條例的部分 生計條例的部分 就比較特殊 那未來 我想說生計條例的部分 跟 他們有提到說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的部分 他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說 未來這部分 他針對 基礎成本 他可以詮證 三層 一樣是跟原來 公司法的原因是一樣的 可是 他是用 安眠的認證 這樣來做 所以可以去分 他全部都是叫 財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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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產交易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說 就要看個人 當然 這部分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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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稅率的部分 跟 我們剛剛講的部分 跟 我們剛剛講的部分 就是說 最後 其實 你目前 還有為什麼 技術股 在生計條例 已經有這樣的 條文規定 還是沒有人在做 原因 可能說 這個技術人 我當我要賣 轉讓股票的時候 有可能 當一部的 我的稅稅 稅到 稅稅 所以 目前 生計 新藥工資的部分 目前 比較少見 也可能是這個原因 因為 各人的 技術人 會受到 滿大的 所以 這個 群立的部分 都是一個 比較勝利的部分 那 假設 假設 我轉換價格 是比你四五塊 的話 那 這部分 其實 就算 你賠錢的話 那 這部分 會有些 是不是 有猜得 有吃的問題 這部分 可能 你這個 例子來講話 你第一十塊 部分 你可能還是 有 你 已經提前 賣 還是 所以 可能是 會覺得 絕順一群 那 最主要 增添一群 那 其實還有 其他 其他 有賣賣嗎 然後 碰到 併購 股票 或是說 公司 經理不好 檢測了 也不一定的虧携 那這算 這部分 可能就是 要適合 因為 就是說 正面的思考 那 在反向思考上面 就是說 公司 但 你解釋你的虧携 如果已經 公司已經 已經進了 可能會 一里十塊 那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 公司 它是 你任何價格 做一個 這個部分 所以 你不要客水 那 這個部分 在生信討論的部分 它其實 轉向 有可能 而且 有解釋的部分 算是說 可能很多 可是 沒有可能 還是會產生 採取到一種 因為 目前共耗的真理 其實 你剛才說 訴訟 如果 就是工廠的工資能力不好 那 你 又在了 一個 檢測 那檢測度夠大 那 造成說 變成說 股票其實是 因為 還是 造成 轉到的事情 所以 我覺得 在地面是有損 所以還可以損 那這部分 其實 就是很多 有技術來 大附近的工資 高工資的原因 所以 當時你損了 不掉 你會不能賣 你要解釋 你會不能賣 那 等到這部分 就是說 鎖的時候 賣的時候 就很錢 所以這部分 整個技術的真理 都 都 其實 蠻多案例的部分 裡面 我們 通到把 原來會調 調這些資料 其實都是 通到這樣的 通到這些 就是 就是 通到這個工資把上面 一般 這個 這個 實際上的講義 其實 跟泰國那 出 有些很好的 跟泰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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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那邊真的是 比較尷尬的 對 在 其實 在生育法律 它其實 技術的部分 它可以 它 真正的取得 分析 不定是 三層 有可能是說 它真的 去世 成了 像 那 一部分 它 helt 從 這個 因為 心好的 這個 我 不可以 不要 YouTuber omed 那個 這 我覺得 我先在看答案 請問有一定要做這下嗎? 因為我有實力上就有遇過 做這下 四個多久之前就繼續做 大概三個多久 那如果情況有多久 是經濟問題嗎? 是經濟問題嗎? 還是... 那就是正常不必有這東西 因為目前我們的案例是都有見價報告 那其實我們大部分的見價報告的基礎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一些研究單位 指定工業院科技術 政府監督一些臺灣法人 不管法院所 他們其實都有一些專門的技術入股 那取得 那個準備口氣控制 他都使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 那對於保護這個基礎出資人的一個權力 跟 就是 被增資人的一個對象的部分 他們還是請一個第三個 來做一些評價 做一些他們核打任列 或是說 就是 核打任列的一個解決 那至於說 您剛才那個案例的話 我其實實際上是沒有看到說 有不經的見價報告 因為有可能是 這個個案它沒有更加取的部分 那我其實 目前在進行的 其實還有幾個案子也是 目前也是都有見價報告來做呈現 那對於價值的部分 呃 最近可以在細部考驗的部分 可能 在見價報告上面 因為有些技術授權到底是 所以可以細部在考驗中 雙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 這些都可能做為 呃 比較不廣告的 因為 可能有這個技術 可能是非專屬授權 那我可能授權蠻多的 我都不記輸入 那實際上部分 對於基金陸貸款 其實沒有 法律 您有一個規定 說非專屬授權 在裡面 記輸入 那 其實 呃 我有案例是說 非專屬授權也可以 做技術授權 才一個人去 那 這次授權單的應用 可能比較高 可能尋找他來 想用這個技術授權 當然 就是個技術授權 那 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的 他有專屬授權 他有專屬授權 他同時有高耗技術 這技術是在國際的 其他地方 叫做 那他有這樣的 情緒要寄成的時候 就是 六百萬 他都已經談好了 那 廠商也 就是去申請 一個技術的 一個分析 分析的部分 可是到了商業規定的時候 建造報告裡都有 專屬所有提建造報告 但是結果到要送建的時候 他竟然要求 就是 因為我們 他這個技術授權的部分 沒有包括專屬 只有我們那個 專門裡面的技術而已 那 建造報告也出來 但是最後 我們再要求 要提供專屬 才能夠認識他的價值 那這部分 對我們就造成很大的困擾 就是說 我們也跟你計算 這樣子的技術 已經有那個 很新樣的 可是你又要 互換一個專利 而且是要求 國際的幫忙的專利 那 我就想請問一下說 你將來 還有很多這種狀況 那 在他 在這個 增資的過程當中 這樣子的發覺心理 是真的需要 有這種實體的專利 才能夠去認識 這樣子 那 那 其實 我想說 在這個部分 他認定的部分 可能會跟著 除稅法做一些聯繫 以目前來講 我們剛才 除稅法規定 他其實 只認定 除稅法規定 他只認定專利權 商標權 其實這部分 都是一個 根據的一個 形態 來做展現 那我不曉得說 這個個案 可能是 從這個部分 來做認定 那 他其實 在去年 我其實也剛做 跟你們講 你們說 他可能是說 這個專利權 我可能還會 覆測完成 可能他還在 背景當中 可能還會完成整個 專利權的 覆測的程序 那 我們在 從技術出資的部分 其實 他其實 這個 這個根據的情況 還是合作 我們 而且他包含 一些專利的技術 可能用技術的 場面來 呈現 他也合作 對 所以 這個部分 可能真的是要個案 再跟這個 裁判 做一些 進步的 臨床 研究 對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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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這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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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建造機構可以通過他認識 他也有科技的部分 他也能讓我們來建設 這部分的話 你會產業性的一個 建架的一個專業性的研究 所以目前其實 針對公園技術的部分 在去年 他就是人工發展機能 對技術的評價的部分 他其實也是評價穩折 所以這個建架單位 他其實在評價技術內的部分 他其實有一個穩折的 評價穩折的規定 你必須要按照這些評價的一些 評價模式 他有一些計算方式 不管是群組的手法等等 他有一些評價的依據 他必須有一些規定是說 需要用這一些評價的方式 才能符合說 可以技術入股的一個依據 所以他其實有發佈這樣的一個函視 這對技術就是 當然是評價的規定 那至於說 一般的事務上講說 你能夠這個 技術進行的身份是很高 所以其實我們大部分 你可以初期 證明說公司長創作期 我們可能會建議 像我們介紹的那位 當事 就是用人工講座的方式 來討論這個給員工 就是用這個技術股的部分 因為這個技術股的部分 首先我們這個 無形資產這個專業群的部分 公司利用的抬銷的問題 還有接下來的問題等等 這些判施的指令的部分 可能會適合引申很多的 公司發行層出席的負擔 所以假設有這個規劃的部分 通常 目前來講我們新創公司 五點下就會舉例說 除了這個隱身之外 技術股的部分 我們可能會適合另外一套 來取代這個部分 譬如說這個部分 但也可能不管是稅務的問題 或是說 在整個公司 在幫行這個方面 對 下一盤的印象就 等一下就 打來 那他就讓我們解決 有一點想想問題 不想是 因為我沒聽懂 那個 在前一頁 就是說如果說 在增資的時候 我是不是不適合再用 技術股來 嗯 實際上 實際上 如果你在增資的時候 我懂 其實我們的案例是說 我用現金增資 它搭配的技術股 來展現 所以 那所以 那個時候的技術股 是要有新的IP 還是舊的 我覺得它的價值提升了 可以嗎 一般的部分 因為在 我們講說 有些不查詢 有技術股 它可以分次方形 那實際上分次方形 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一般就是 一次到位 把技術股 那當時 假設 有非對性 跟資深20塊 那技術股 它的價值也是 沒有多10塊 那可能 有新術股 有等價是千百 就是一千萬好 那就是屬於 10或區的股票 就是 一千萬股 有更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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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跟 一般現金增資的 等級性一樣 就是 當時價值的股票 不會說 因為資助股票是用10塊 那我先生 跟資助股票是用10塊 也會 不會有這樣的動畫 就是當時的資助 價值搭配性 好 那可是 因為有時候 跟產業發展 它那個技術 可能在早期 沒那麼值錢 後來慢慢 思考徹徹了 越來越值錢 那我不能說 因為它的價值提升 這部分 目前 但這個 建價報告確定 就是這個價值 就是這個價值 因為後來說 這個技術 才能大賣 或是說 這個產業 也覺得相關的 應用的部分 產業會很大 這部分 如果是專利的 例如說 延續案 他後續延伸出來的權利 有沒有辦法 能做技術的任務 一般的話 都是 整個 它會不會 因為 你要額外的部分 可能要再增加 這個產業 所以 這部分 會有這樣的 好些產業的問題 所以一般 大部分 繼續 促進的部分 都是一次大部分 比較少 只有 分次發行 因為 在大概青年 到92年 之間 其實有分次發行的案件 那我們 我們之前 通過的部分 就是分次發行的部分 大部分 都是原子宮放棄 讓它 就是有分次大位 可能更年 或是 可能一百半年 就是這樣 讓它 繼續有分次大位 那這個部分 都是原子宮來成群 因為 還放棄它 原子宮 是正面的問題 那如果說是有新的股東 要加入 比如說我們現在需要 一個新的技術 那我找了一位工程師 那他用技術錄 這樣做 然後用同樣的方法 再讓你 對 通常我們 現在目前 這個 這種案例的部分 其實是 技術服的部分 真的是 個人的部分 當然是 有可能 比較少見 通常會 會建議 等下 下面的程序 請問 那我 這 那 有 的 工程師 是 不一定 這個技術 有可能自信 因為這部分 會 整體調整 部分 他排除 原子宮 不能在 很強 可是 假設 依照公司 離證 為什麼 會 是 第一個 我第一個董事會他決定,我要募資假設是你 那我第一個董事會的部分,最主要用的是說,我要掐這個特定人來的 所以可能一億元裡面的技術股可能是五千萬 那我這個董事會開會決定的部分是說 一億元裡面五千萬,我要掐這個特定人來的技術股 所以這個董事法的部分,因為它其實要讓原古功都放棄了 然後開這個董事的全部,我要掐這個特定人來 所以會在一個補合公司的案件去給一個人去 所以政治條例的部分因為它是一個特別的黨 所以它排除了原古人跟董事物 所以它直接都可以排除是一個強的條例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定的狀況 那至於說,總小7月發展的條例和未來產生的條例 所以目前也是正在研究的部分 那目前我看到的是總小7月發展條例 因為它公安就班的情況,它其實資格是一個單元 這個八千萬以下 那員工的部分是兩百萬以下 就是符合中小7月的定義 那這部分的話,它其實沒有規範說 像說一條例說,我排除原古功的這個 它就能夠公司法 所以,假設要適用中小7月發展條例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還是沒有辦法排除原古功的 因為你願意放棄 大古功的一約放棄的話 其實是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如果是在這裏 一旦的標誌 這裏 很明顯